下周一说是重阳节 除了敬老重阳活动 近来公所也加紧脚步 为99岁以上的人瑞 送上市府及卫福部准备的重阳礼品 在青山区 今年人瑞们除了会收到 既有的重阳礼品与礼金 公所还贴心的准备了 贺寿礼品的寿淘面规以及寿面 取长寿的好寓意 要来向人瑞长辈们助手 今年我们特别也买了一些 我们相争长寿的面线 这个面菇 还有这个寿淘 以及我们特别买了一个毛毯 这种给长辈 那希望他们能够健健康康 青山区65岁以上的人口 已经将近20% 今年刚满99岁的人瑞有6位 百岁以上则是有5位 区长也代表市长 一一的亲自走访人瑞家中关怀 并送上重阳礼品 祝福人瑞长辈们在地乐活 健康长寿 我们这个人瑞的长辈总共有11位 那其中99岁有6位 100岁的长辈有3位 那有一位是102岁 一位是104岁 总共有11位的长辈 99岁的长辈呢 那我们有发放这个重阳礼金 那5000块 那也有发放这个一个赠送一个彩淘的这个奖辈 那100岁的长辈呢 那我们有一个近老状 那也有2万块的这个重阳礼金 而其中最高龄104岁的长辈目前与家人同住在永和区 区长也是相当的贴心将近老状以及礼品亲自送到长辈的手中 希望每一位人瑞长辈都可以同样的感受到来自市府 以及金山公所的贺寿礼与祝福 在专属于长辈的节日里感受到备受重视与满心的温暖 季教评和金山采访报道